3月24日,对于狼队,对于Fly甚至是对于我们KPL联赛来说,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,狼队选手Fly登场KPL五周年。 对此,不仅是Fly本人,狼队以及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官方专门发文庆祝此事。 从中不能看出,素有着王者荣耀第一人之称的Fly,在王者荣耀领域具备着怎样极高的地位以及知名度。 本以为Fly出道五周年的影响力仅仅只局限于我们王者荣耀圈,但是顶流明星杨幂的到来,却是让我们看到了Fly的名声并非仅限于王者荣耀圈,在娱乐圈Fly也有着颇为不俗的知名度。 此事,要从Fly发的一则微博说起,对于自己登场KPL五周年的纪念日,Fly专门发了近乎千字的博文。 在博文中Fly总结了种种,有心酸,有无奈,有快乐,有成长,尤其是我可能不能永远站在顶峰,但我会一直追逐顶峰,你也一样的话术,更是让人看到了Fly的理性,成熟与豁达,也是引起了诸多网友的共鸣。 也正是因为这则微博,引起了杨幂的关注,杨幂专程在微博底下评论,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吧。 杨幂的评论,迅速引起了我们王者荣耀圈的关注,水友们纷纷留言杨幂,在感谢杨幂关注Fly的同时,也是祝愿杨幂的事业蒸蒸日上。 对此,Fly也是回应道,谢谢蜜姐,和蜜姐一起成长,我记得每一句鼓励。 杨幂对Fly的回复,或者说是联动,可以看出Fly超凡影响力。 甚至,以小剑岛来说,也是王者荣耀甚至是整个电竞圈越来越受到大众认可的表现,毕竟王者荣耀已经入选亚运会,是可以为国争光的体育项目,而Fly王者荣耀第一人的身份,入选杭州亚运会王者荣耀项目国家队似乎已经石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 有点扯远了,言归正传。Fly登场KPL五周年,我们看到了Fly的成长,从替补到首发,再到成为整个KPL联赛的骄傲。 想到Fly的一句话,MVP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,目标是为了赢,不是为了MVP。 有着这样纯粹执念的Fly,相信其在今后的KPL联赛中,会继续塑造属于自己的传奇。